大家好,我是13N 又快到了3月13號白色情人節 所以 我今天算是放閃,也算是炫耀 其實也是開箱 沒錯,我這次回台灣行程很趕 可是我有跟到7-11 的Valentino Rossi 模型的活動 那我就覺得,天啊,這也太幸運了吧 竟然剛好這個活動 沒有遇到這樣 可是因為時間不夠,所以我頂多也只能 擠個一兩台這樣 想說好吧,那可能就拿個一台 過過癮 結果,我跟你講我老婆真的很感興 因為知道我真的很想要 因為我在這個活動開始之前 那時候其實我還特別去模型店 就看了一下 就是 其他VOLO GP的廠車 然後那個時候 模型 哇 大概一千多塊 我看幾條一千多塊 因為它是精緻的嘛 然後想說 想買一台 然後算了 因為很貴 然後先不要 結果 我這個活動 然後我老婆說 好 那就趕快拜託他的 家人 還有他的好姐妹們 就說 如果你們 對摩托車沒有興趣的 把點數 可以留起來嗎 因為他想要收集起來 幫我換這些Mono GP的模型 然後 因為他在台灣時間比較久 所以他就 一直東湊西湊的 竟然 還給我超過一組 哇 怎麼覺得太強大了 他說 有沒有要給我換那個 好像是 模型的那個 背板 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架的那個板子 不過好像早知道已經換完了 現在真的拿不到 不過我看到整個就是 天啊 一整組 Rossi的模型 我最喜歡的當然就是 現役車款 那 這個現役車款呢 當然是寫是2016年的 那 他的塗裝 是去年的塗裝 不過 我覺得好險 因為他今年其實塗裝 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他藍色好像用了 比較不同的藍色 可是 看 一般人 就是覺得差不多啦 因為你也知道我的WR250 配的是 Mono GP Rantel Rossi的彩貼 所以 剛好這樣配起來 那我現在先給你看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 沒錯 就是這個現役車款 好可愛喔 當然車種不同 因為我是滑胎車 這個人家是廠車 可是 剛剛看這個顏色 覺得好喜歡 超可愛的 他跟我說這台啊 是後來特別去換的 因為 有時候去拿的時候 他都是隨機的嘛 拿到多重複的時候 還不可以拿到這台 跑過去的話 應該要配聲音 應該要配原音才對 來,原音 那我除了這一款呢 我還很喜歡的就是 他50週年色系那一款 上次去試騎XR900 然後跟 後來的XR700 他們也都出這個色系的 就是黃色 然後配黑色 我覺得這種色系的 我也覺得很帥 那這邊特別有寫 他是跑Laguna Seca 2005年 用的塗裝 當然因為他是很小的模型 價錢也是加購這樣 得來算是贈品 所以他的做工當然沒有特別好 可是畢竟他是 授權的產品 所以 哇,能收機燒真的超爽 後面還有小碟片,好可愛 剛剛順便拍個封面圖 跟這台車比較一下 我覺得最有興趣的是他 Aprilia那個年代的AGV安全帽 那除了他代表性的 月亮跟太陽之外 他最後面還會寫一篇日文 然後上面寫的是 Rassifumi 那Rassifumi 這個車的綽號 很好笑 因為是日文綽號 那他的包裝其實很簡單 就是個小紙箱 裡面有個塑膠套這樣 那而且他還蠻精采的 就是因為他是隨機的 所以他都不會跟你寫說 這是什麼車子 那你就要自己拆開來 然後自己看 那常常就會這樣拿到很多同樣的 就再給人家去換 不過拆開來呢 你就會看到他裡面 就是附著底座嘛 那底座下面呢 其實他還有一張紙 然後就寫一些簡介 那我覺得這樣還不錯 因為對於已經認識Rassif的人 或是不是很熟的話 他大家都有介紹 可以了解說 喔,原來過去啊 這台車的故事是什麼 現在才剛接觸摩摩摩車的人呢 可能對他之前 以前的戰績不是很清楚 那他的做工呢 當然比較簡陋 我覺得該有的都有啦 甚至竟然還有後避震可以動 因為可以動 那個可玩性就增加許多 我覺得很多人可能 搞不好還會給小朋友玩 不過我覺得 給小朋友玩 如果給他摔壞,有點可惜 好,那我這邊就訓要一下 我收集到的一整組 還有三個安全帽 不過唯一美東部族的地方呢 其實是他安全帽 Katar的安全帽 因為他Katar拼錯了 他拼成KUATAR 可是實際上 最近要做Katar Testing 還有第一場比賽也在Katar嘛 所以大家知道 地點名稱是不對的 這邊有點小可惜 好啦,那我不知道點數呢 是不是還有在發 如果沒有的話呢 看看你可不可以跟別人 再繼續湊點數 換到你想要的車款 不過我知道湊五點 還是可以換那台 長車塗裝的R3 希望大家 看有沒有湊到那台車 真的很帥 謝謝大家